日本汽车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一的 这是一个令中国人好奇 德国人沉默 美国人震怒的话题 60年代时 日系汽车在西方人眼中还是山寨和廉价的代名词 但进入80年代以后 日系车却突然像狂风骤雨一般席卷全球 1980年 日本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打官 登顶全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 几乎沦为了一座鬼城 在这短短的20年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日本汽车产业又是如何一步一步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 1933年 日本靖刚某间工厂仓库里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握着扳手 满头大汗的凝视着地上的一具尸体 准确的说 那是一辆被分尸的雪佛来汽车 年轻人将他的发动机拆了又装 装了又拆 而这样的场景 已经持续了整整半年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丰田洗衣郎 日本仿制大王 丰田佐吉之子 1921年 丰田洗衣郎从国外留学归来时 向父亲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如果日本美食人拥有一辆汽车的话 一亿人就需要一千万辆汽车 而按照汽车的平均使用寿命 十年计算 每年需要新车一百万辆 这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巨大市场 父亲对这一计划非常支持 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纺织机专利 给儿子凑了一百万日元启动经费 父亲离世后 丰田洗衣郎在仓库里一待就是三年 他不停地拆解美国汽车和德国汽车的发动机 直到1935年下 丰田洗衣郎成功做出了第一台轿车 他将其命名为AA型轿车 从外形上来看 这辆车与1934年纽约车站上的 克莱斯勒阿尔弗罗相似程度高达90% 但这并不妨碍丰田洗衣郎 将其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 1937年 丰田洗衣郎市资一千两百万日元 将丰田汽车从家族企业中独立出来 准备大展拳脚 可就在这时经济危机爆发了 丰田无法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资金 一度濒临倒地 也是在这一年 日本政府悍然发动新华战争 丰田与其他车企一道 被纳入军需供应名单 这才起死回生 1940年 丰田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万五千辆 其中98%都是为日本军方生产的卡车 因此可以说丰田汽车是靠着亲华战争起家的 二战过后 日本本土工业受到重大打击 欧美小型车开始杀进日本市场 打得日本车企丢盔弃甲 成片倒闭 就连表现最好的丰田 也只能勉强苟活 1951年 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土车企 开始对进口汽车设置高关税壁垒 并严格禁止海外资本投资本土车企 与此同时 日本车企迎来了第二个天时 朝鲜战争 在朝战期间 美军将日本当作战略物资供应地 而日本政府则把美军的订单成为特需 而这些特需的总金额 达到了惊人的35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1950年 日本的外汇储备余额仅为2.86亿美元 而到了1952年 这一数字已经暴涨至11.8亿 增长近四倍 而在众多特需中 汽车产业无疑是受益最大的一个 1950年 丰田汽车在竞标中战胜日产和50 成为美军军用卡车供应商 得到消息的丰田喜一郎欣喜若狂 他甚至将朝鲜战争称为上帝的礼物 据统计 仅仅在1950年夏季的一个月内 日本汽车企业就为美军制造 及修理军用卡车6000多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是美军拯救了丰田等日本车企 朝鲜战争结束后 丰田重回民用市场 此时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为了振兴本土汽车产业 日本政府在小型车补贴的基础上 提出了微型车的相关概念 排气量600cc以下 全长3米 全宽1.3米以内的车型 上排不需要车位证明 还能享受减税 这一政策迅速创造出了 独一无二的皮卡市场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丰田等日企开始 绿足于本土市场 进行自主研发 皇冠 卡罗拉 阳光等爆款车型 先后问世 之后的十年 是日本车企高歌猛进的十年 1960年 日本汽车总产量仅为40万辆 而1970年 产量已经高达520万辆 一举超越德国 位居世界第二 此时排在日本面前的 已经只剩下美国了